鸡蛋你不要总是炒着吃或者举着吃 今天用我这个简单的方法做好吃的电饭煲蛋糕 嗯 真好吃 这肯定好吃啊 师傅 我给你学学这个 太容易了 不是我天天要做蛋糕 是孩子们好喜欢吃 自己在家里面用电饭锅就可以做出这样松软又好吃的蛋糕了 我想吃蛋糕 我妈让我自己做 一袋蛋糕粉 八颗鸡蛋 不用加水 不用放糖 不用蛋了 先把蛋黄关离 时间到了 咱们来看一下 哇 在家想吃蛋糕可以自己做哟 嗯 真好吃 这肯定好吃啊 师傅 我给你学学这个 太容易了 我老婆的三个儿子特别喜欢吃蛋糕 但是我从来不出去买 自己在家做的简单又好吃 我真的是服了我妈 今天才告诉我这个做蛋糕神器 自从有了它 女儿再也不吵着去外面买蛋糕吃了 电饭包蛋糕 蓝莓蛋糕 坚果蛋糕都能做 这个蛋糕粉都是五星级烘焙师调配好的 一袋能做好几个蛋糕 做法也简单 碗中打六个鸡蛋 然后打散 倒入一袋蛋糕浴瓣 搅拌均匀 有条件的来点清水 搅拌至白色奶油状 锅中刷油方便脱膜 倒入调好的面糊 盖上盖子 按煮饭间即可 做出来的蛋糕松软香甜 奶香浓郁 全家都爱吃